像我們剛剛啊這樣子 幫你大概免費諮詢了90分鐘 OK 那你怎麼講 你大概問了我什麼樣子的問題 喔 我有問說 我先了解一下 喔 我現在講了 對啊 對啊 就是問問說 如果說要開一家機車行 要如何讓他有更好的收 就是商業效益 呵呵呵 好 那針對這個問題來講啊 你覺得我給你的答案 你有什麼心得 我覺得老師給我三個 就是大概給我好幾個弟子 我覺得蠻特別的是他有一個 因為像傳統的機車行 他都是開店 但是他有人來才修理 可是比較不會要求 就是要到顧客留下他們的資料 對 然後就可能再透過一些整合 就是資料的整合 然後免費發送一些促銷簡訊 或者是email給他們 然後讓這些就是 把這些顧客保留下來 然後再次的 讓他們有機會再回到店裡消費這樣 對啊 這個概念滿重要的嘛 就是我剛剛強調的就是說 能夠讓 因為既然他已經在你的機車店消費了 那你要再想盡辦法讓他們重複消費嘛 嗯哼哼 可是想像一下如果你機車行如果開了一年 大概會有多少顧客 每天會有多少顧客進來 每天最起碼 你要是沒有十來個 你大概也活不下去 對啊 真的 對啊 那你每天都是幾十個幾十個顧客 那你一年累積下來是幾百個 五百到一千個顧客呢 嗯 嗯 那多少機車行都浪費掉 他們做了好幾年 還有做十幾年的 顧客上萬人 全部擺在那邊擺爛 對啊 沒有善用 就是沒有讓他們再回來 沒有讓他們再回來 我覺得滿可惜的 對啊 因為那一些人 就是這個就是說 你提供技術的人 或是開店的人 他本身如果沒有學行銷的話 他都不知道其實他只需要一點點行銷策略 其實就可以為他的營收帶來很大的幫助 對 真的 行銷策略就像是一個放大鏡 哦 你的屁股是這樣 放大鏡 對啊 把什麼放大 應該是把營收放大 對 把營收放大 對啊 那整體來講 你覺得我給你的一些心得 或者是我給你一些建議 你覺得你有什麼話想要跟我說 我覺得老師最後跟我聊到一句話 我覺得滿棒 就是能夠解決別人越難的問題 就可以讓自己賺到更多錢 我覺得就是 把自己看得比問題還要大 你就是 對 才有辦法再去突破這樣 沒錯 因為如果你一開始啊 其實如果你一開始定的目標很大 雖然你最後可能沒有辦法解決那麼大的問題 可是你最後解決問題呢 相對之下 是中等的問題的話 可是至少遠比你解決小的問題來得好 我在這方面再跟你分享一個 就是 我有一句 另外一句名言 跟你分享 如果你的目標啊 沒有定到像星層 就是星星月亮一樣高 那你連樹梢都達不到 這什麼意思 如果 如果你定很高的目標 通常呢 即使你只達到樹梢 就是樹的頂端 那一端的高度 可是也遠比呢 目標定在樹梢的人 最後只達到樹底 懂得意思嗎 所以就是說 你定了很大的目標 然後雖然不見得會百分之百達到 但是達成率 即使只有百分之五十 也 遠比那些 定小目標的人 所 達到的成就還要大很多 嗯哼哼 所以一開始你其實要做 就是眼光要放大一點 對真的 然後想大一點 那即使挑戰失敗 你再回頭一看 也總比那些 都不敢定任何目標的人 好很多 嗯 對